实际上,如果这个是3K,就拍摄0E 让我给你拍摄0E 对,对,对 这是我人生中最后悔的一个视频 哈喽大家,欢迎来到我的阻断措施 完毕后的第一个Vlog OMG,我很兴奋 希望你们也是看到了这个视频之后 是非常的兴奋 那你们当然啦,看到那个标题之后也知道了 啊,那些有关注我的朋友们啊 都知道我在这两个月的期间呢 都有在Shopee上做直播这件事情 然后呢,就是你知道你在做直播的时候 也当然会遇见一些朋友 那我也不例外啦 我就遇见了两位朋友哈 第一位呢,他这个哈 对于化妆以及保养品非常有研究的 他名字叫Chloe 然后第二位呢,他就是一个自由职业设计师 他的名字叫做Brandon 那我们今晚就约出来吃饭 这是我们首次在现实生活中碰面 那我跟你讲哈,这种碰面呢,通常就只有两个结果哈 第一呢,就是尬场哈 他在直播上的那个人 跟现实生活中的这个人真的是碰过两人哈 第二就是我们的默契非常的十足 那究竟是会怎样的一个结果我也不清楚啦 当然我是很想避免这个尬场 所以呢,我就精心准备了一些游戏哈 你们大会看就知道了 好,我们就拭目以待 Let's go OK,我觉得吼,我找到第一位了 哦,两位一起到 真的是 他们讲 embarrassing 走快点走快点 啊,跑过来 哈喽大家好,我的天 来来来自我介绍一下 可能啦,可能啦 来Brandon OK,所以朋友们 那些有看我直播的哈 我是跟观众朋友打个赌哈 他们不可能在十分钟内哈 得到一万个like的 所以他们结果得到了 所以呢 我今天会剪那个 Partzeroy的发型 真的是非常的丑 OK,放在这边呀 这是Partzeroy 以后不可以跟观众玩 打这种游戏哦 你们直播的时候真的是丑到 我一定要给你们看 我带这个东西 以凡万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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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给你讲 我不认识哦 真的这样 这样这样 放拿过来真的 两个幸灾乐祸的 所以是旁边还有 对啦 可以 好像某一样 准备帽子 准备帽子 大家看到这两位 真的是幸灾乐祸 哈啰 哈啰 Oh my god, you look like this monkey 真的耶 我觉得我年轻了 五岁这样子 真的 回到童年了 现在很像 像屁 因为没有我想象中的丑 你知道吗 我觉得我短头发 反而以后我会 我会继续 这样短的头发 它比较舒服一点 OK,嗨大家 所以呢 今天我们吃饭吃得很麻烦 为什么呢 我是要跟他们玩一个游戏啦 因为首次见面 不可能只有我 出丑 你知道吗 所以大家都要出丑一下 OK,所以我先解释一下 这个游戏规则 我手上有六张卡 然后这位Brandon 我相信他的中文程度 他听说是没有这么好 所以我们这个游戏呢 是完完全全的用中文来诠释的 怎么玩呢 很容易 因为我知道你们通常在家里 是不讲中文的 是不是 Brandon 不是 你有讲中文 我讲英语 英语 OK,很简单 OK,所以我们这里有六张卡 我每个人会分三张卡 每一张卡呢 它上面会有一个标题 然后你必须 TOPIC 然后你必须呢 必须用三句中文来玩完全全的 形容这个东西 如果你用到英文呢 有一个英文字你就输了 OK 所以游戏规则是这样子 三分 因为只有他们两个在玩啊 我是主持人 然后呢 这里呢 三分 不公平啦 不公平 试一下嘛 你不试你不知道 很难说你知道吗 可能你拿到的那个标题是 对你而言 非常简单的 哇,这个女的非常的暴力 游戏都还没有开始 OK,我们废话不多说呢 现在开始 所以呢 赢家可以选择 那个输家的那个惩罚 明白 OK,你们先想好惩罚 想了 想了 你先想一下 给你时间想一下 你不要 你不要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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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拿 所以那个游戏规则就是非常的简单 你如果用到英文你就输了 三分里面啊 谁获得 英文就是 英文就是 OK OK就是输了 What 所以完完全全的用中文来诠释 好,来 这里有六张卡 Brandon你先选一个号码 5 5 5 OK,来 我要3 我差点想 你要3号 OK,等一下 3号 3号在这里 OK,来 先揭晓Brandon的这个题目 我都不会读 我觉得我的华文不是那么差 好,OK 现在先说一下好了 先把那个标题读出来 形容自己的缺点 好,三句话 计时开始 我觉得我讲话很大声 第一个 远一点 对不起 对不起 所以错了 第一份没获胜 OK,来下一题 形容初恋 对吗 形容初恋 对了 第一个就是 第二个是 第二个是 心碎 是心碎啦 被骗啦 因为我男朋友骗我啦 第二个就是 男朋友超级矮 又超级臭 又超级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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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眼睛上的问题吗 是他眼睛上的问题 不是我 你选他 所以我眼睛有问题 对 还有第三个就是 我永远都不要再记得他 好学啊这个人 这个是什么 初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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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这里还有四道题目 Brandon有2号 1号 6号跟4号 你要哪1号 1号 你要6号 6号这里 因为刚才Koi获胜啊 我就先给Koi回答哈 okok 形容自己买过的最贵样品 第一个就是包包 就是我刚刚拿的那个包包 像什么名字 像什么名字 包包的形状是这样的 第三句是 我画了一千八百新笔 在那个包包上 一千八百新笔 所以今天这一餐是他请咯 好,来Brandon 动你了 形容什么什么 缺 我的XXX 形容兴趣爱好 啊,兴趣 喜欢拍照 喜欢跟朋友聊天 还有喜欢画画 其实全部累积起来只有一句话 喜欢哒哒 还有喜欢哒哒 还有喜欢哒哒 还是一句话 还没有到三句话 你知道吗 喜欢吃火锅 嗯,因为 好吃吗 可以坑 坑 坑 可以坑 朋友一起吃 哦,原来是 因为喜欢交朋友 所以吃火锅 嗯,对对对 啊,明白明白了解 然后最后还有两题 一个是二号 另外一个是四号 来,各自选一题 二号 好,二号 然后你是四号 好,现在 哇,Brandon的这一题 有点长啊 形容自己 拥有的 怪兵 是的 形容自己拥有的 weird fetishes 蛤,蛤 蛤,三句话 三句话 骂我 他叫了黑头 我喜欢几黑头 几黑头 哦,为什么呢 很爽 很爽,对 给你那个满足感 出来的 哇,我觉得中文二十四年 我从来不知道 其实中文以后 这个是 还有最后一句 我是很正常的人 我觉得 哇,我有时候会看到隧角 看到隧道 我真的很怪 真的真的 真的真的很怪 有时候压力太大的时候 我会去看 有点怪兴 看到睡觉 没有,我没有恶心啊 好,这一份送给你 是是是 两分,总结分它是两分 我已经赢了 不可以的 形容对方给你的第一个印象 印象 形容Brandon给你的第一个印象 Brandon啊 第一个 奇怪 因为他跟我的友情 是在我的脚开始 溅起来的 我的天啊 他的怪癖是 他的怪癖是脚 是吗 哦,我知道了 我喜欢那个 你 拉那个皮出来 那个脚 拿出来 我也是很喜欢 所以他第一次 你第一次跟他聊天 是因为聊到脚 对 因为我在我的 那个 什么 什么来的 IG 对 你要讲什么 对,那个 社交媒体 就搓了脚 那屎皮掉出来 就看到 哇,这个女人 你知道我讲什么吗 你还记得吗 他讲我很酷 蛤 可以不可以 酷不是 酷是中文字 第二个就是他很吵 第三个是他吃食物 每次很贵重 我从来没有看过他吃过饭 是三块半 或者三块的饭 每次就吃 不 只吃 Hello 是这种 或者是十块钱的食物 我有吃 他买的 他买的巧克力蛋糕 是九块半 不不起的这种价格 这一份送给Chloe 哇 三分比对两分 好,你要给他的惩罚是什么 要吃辣椒 来来来 谢谢你 谢谢 来,挑战 直接吃下去 我给你们炉内高潮 你们ASMR炉内高潮 来,表一下 一半啊 大口一点 我会吞下来给你 我闻得到那个味道 是很难 直接冲上去的那种 谢谢你们观看这一集 如果喜欢的话呢 记得 你们会end吗 来,试一下 赞 订阅 还有 记得下个星期见 好,谢谢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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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